再來的話請各位第一個 把剛剛的這個工作表 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名稱叫做繪圖好了 OK 我把它改成繪圖 第二個的話就是 我希望能夠在這邊增加幾個按鈕吧 把剛剛的全部折線圖 1 2 3分別放在這邊 也就是我不要跑在資料的右邊 其實也可以啦 那這樣的寫程式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就不用考慮到跨工作表 但問題是什麼 擠在一起感覺好像有點不是那麼美觀 而且不夠開闊 如果你要多放幾個感覺好像放不太下 所以如果把它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但是你必須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跨工作表的話 你需要增加一個叫工作表物件 也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並不是在同一個 在另外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要寫一個 全部折線圖的一個底線跨工作表 那應該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把剛剛這邊 先進入這個工作表 名稱點兩下就要繪圖好了 然後在這邊 把剛剛的這個圖不要畫這邊 而是畫在隔壁的這裡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把M改成A 有沒有A的位置 所以要怎麼改比較簡單 用這個來改 所以這個全部直接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底下 那名稱我習慣加個底線好了 讓它區隔 這個叫跨工作表 現在想不出比較短的名稱 所以就該是這樣 底線跨工作表 本來我是想說 變成底線跨 感覺怪怪的 底線跨 這什麼東西 好啦 算了 就直接給一個全名好了 OK 然後呢 當然有什麼改變呢 其實第一個改變就是說 我如果畫的位置 目前執行也是 就是說 如果你不指定在哪一個工作表 它就是在目前工作表 所以我們目前工作表是繪圖 那就一定是在這裡 所以我應該是把它的坐標 把它從M改成A 所以第一個 我需要改的第一個 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要改 就是它的座標一定要改 第二個要改的地方 就是剛剛提到的 叫做 Active Chart 就是目前的這個圖 必須要給它一個Source的Data 所以這個Data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指向的就是在哪裡呢 在一個Range範圍 有沒有 A1到A22 不過目前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Range前面 沒有指定任何的工作表 指的就是現在這個工作表 現在這個工作表有嗎 沒有啊 所以哦 如果你要讓它指向前面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必須要再學會一個物件名稱叫Shits S-H-E-E-E-T-S 所以跨工程表加這個就OK了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大概只有改兩個地方 改這個 這個是座標 這個是Source 加1就可以了 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有了 成功 OK 沒問題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種寫法比較有風險 為什麼 因為這個風險就是如果假設 因為之前我發現同學都用E 結果你前面好像多一個的時候 他不是在E 那就出錯了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 就是說你可以不要用它是在第幾個 而是說它的名稱 它的名稱叫工作表E 所以我就把這個工作表E的名稱 有沒有 把它放到這個地方 前後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名稱 所以一定是一個文字 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母號 那名稱的話就工作表E 這樣也可以 這樣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繪圖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怕會有問題 那不然的話你用它的真實名稱 這樣就比較保險 然後刪圖 這個刪圖的話不影響 因為刪圖反正就是刪目前的工作表 把它刪掉 好 所以剛剛的話 我就是全部折線圖跨工作表 第一種執行 OK 沒問題 然後再把剛剛的三圖 其實三圖一個就可以 兩邊工作表都可以共用 第二個的話就是全部折線圖2的修改 改的話應該也差不多道理吧 就是把這個再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一下 貼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叫跨工作表 所以這邊一樣 名稱後面加一個跨工作表 然後要改哪裡呢 大概應該可以推理得出 第一個一定要改的 就是range前面加那個 所以range前面加這個 續成1的 這個一定要加 所以反正就先把這邊剛剛改過的 同樣的方式 它有兩個range 所以source也需要貼兩個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貼上 再來還有什麼 坐標 所以其實應該如果把它SOP固定流程的話 第一個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坐標 第三個就是source 要增加shits 大概就三個地方吧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放A 再來的話應該是1、2、3、4、5 再放F 所以這個是把它改成A 有沒有 A記得有lab跟top 因為左上角的座標 然後這邊的話就F 好 執行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也成功了 那後面就不做了 剩下應該自己都會了 OK 所以以後你可以 這個表你會放盡情的揮灑 你今天要放寬意的沒關係 不然剛剛真的太急了 空間太小了 所以沒辦法放太多 所以這樣的其實好像就可以很多變化 而且將來甚至你不同工作表 還可以放不同的繪圖結果 對不對 OK 那這樣子其實以後要分析就非常容易了 也就是說 你將來很多數據 說真的很難一下子 你說用人這樣完全不了解 但是你把它做視覺化輸出的話 很快就可以分析出來 像比如說最近在討論說 亞洲貨幣近扁 到底哪個扁得比較兇 那你就看哪個角度比較多 你就知道說哪個 哪個扁得比較兇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好像看起來好像這兩台幣 跟人民幣好像差異並不太大 然後其實應該要含還 應該也要再加進來 所以其實可以透過一些折線圖 當然後面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自行再增加全部折線圖3 或者是說你有時間的話 把4跟5也都加上去的話 也更好 OK 這個我想你就自己量力而為 那程式路要把它學好了 其實我是覺得除了要學會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一定要熟練 熟練很重要 熟 OK 而且最好是可以熟到 這個閉著眼睛都會那當然最好了 不過現在也很多時間 OK 最後的話就是自己再加按鈕 按鈕部分的話一樣 就是這邊開發人員插入 這個按鈕然後把它加上去 比如說我這邊有剛剛做了幾個 這個應該要比較寬的 這個就是全部折線圖的這個 跨工作表 我先做一個 把名稱複製 那這一個 增加一個 然後2的話我就直接拿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複製再貼到底下 再貼 那重新指定它就是全部折線圖2 跨工作表 那最後一個就是山圖 那最後一個就是山圖 1個、2個、3個自己在做 所以今天原則上我們進度 大概就是把全部折線圖的多種變化 然後另外跨工作表把它完成 大概就今天的進度了 另外當然其實外匯的資料 其實當然最後做完之後 同學都會有一個問題說 老師你這個資料雖然這是政府提供的 但是它缺點就是只有兩個月 比如說現在4月、5月太少了 那怎麼樣可以再增加更多的資料 其實底下好像它也有人問到 底下好像也有人問到 是不是可以增加更多的資料 它底下好像我看到它有回答那個問題 不過這好像要登錄才可以看到 甚至好像有像Jason等等的 那我在下一個就是 這個後面其實有一個是知二的部分 那知二的話跟這個知一最大的差別 就是說資料我們從兩個月變成無限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資料就從這個網站而來的 那這個網站的話就提供 至少是我看大概十年吧 十年的資料應該 所以大概如果你2014好了 但是它一次只能抓一年 2014你不能抓到2024 十年它沒辦法 它送出查詢不能超過一年 但是你可以這樣2014然後到201415好了 15的4月 假設它4月1號 那頂多3月好了 3月31它應該是可以 也就是說你可以抓那個 這個前面的資料按送出 你看這應該可以 OK 好 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抓更大量的資料 而不是只有兩個月資料 當然你也可以抓什麼 最新的資料 反正就是 那你說老師它最多可以只能抓一年 那如果我要抓十年怎麼辦 那就跑十次比較好了 有沒有 先跑一年 再跑下一年 只是把它加一加一加一 然後把資料存下來之後 再倒到Excel不就OK了 那這樣的話你就有十年的歷史資料了 那你要再畫一個圖就精彩了 只是說這個就 不過啦 會遇到一個問題 老師那個CSV可以抓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網頁上的資料 那網頁怎麼抓 對 所以那能不能抓 當然可以 只是說爬蟲水很深 我講過 OK 難度就很高了 至於這個細節部分 就可能是之後我們再有時間再看好了 因為這個可能要需要知道一些 它這個網頁裡面的爬蟲的一個進階爬蟲 你要去抓到它的一些背後的參數 也就是說它其實有一些參數是 躲在那個網頁的背後 那你要把它挖出來 然後再放在我們的這個程式裡面 它就可以隨著你的條件變化 什麼條件就是你需要的日期去取得你要的資料 而不用再直接在網頁上輸入了 不過這個我看我們下一次再看好了 這個我是覺得還滿好玩的 你就可以輸入那個開始時間跟結束時間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需要的資料全部抓回來 OK 好 那今天的作業就是把今天練習的部分做完 這樣就OK了 時間也差不多了